这个介绍非常好 为什么?因为这些就是三米 这些就是干鱼仔 我对你说,以前我买了一包三米 那些三米比较很腥,真的很腥很腥 我想丢也不舍得 因为可能我也不舍得 因为我可能比较很腥 然后我就支持上一个方法 因为我的孩子讨厌 妈妈今天的三米很难吃 还有干鱼仔也是一样 干鱼仔也是一样 也是一样,放在里面 我放这个边线 我现在想一下 还有,为什么? 我们不用水来洗 用这个方法完全可以令到那些三米 干鱼仔去留那些鲜味道 八分之九十 所以我就觉得如果我可以用这个方法 能够很好利用的话 本来是丢的东西 所以我们孩子看鱼仔了之后 我就直接想这个方法 哇!用到现在了 所以我告诉我孩子 就算我的朋友 真的很好用 很简单 我不用腸子 就算这些三米拿出来 干鱼仔拿出来 你不需要用水来洗 不用不用不用 完全不用水来洗 你准备一个大碗 我现在说一下 我现在说一下 包滚一包水 不包滚一包水 我肯定用这个 然后 为什么我洗 要它 你不要浸住它 不要用水来洗 这样 这样 滤它 用滚水烫它 烫它 烫它之后 那时候 Ter unsure 你不要浸住那些水 要滷萝 南开水来 烫它 好想充 fastest Touch 首先饺水 最后就直接澹 如果你這樣拿著來,糖,水立刻流出來,後霜的沖涼就這樣, 玩玩串串,將那種腥的味道流出來,弄出來,弄出來,弄出來, 當你試玩了就這樣,你不用用冷水,完全不用,直接去煮就可以了, 然後不用煮就可以了,因為它已經乾的東西是熟的, 我們撈一點東西就可以吃了,其實很方便,你試一下,你不用完全,不用隨時,弄了之後不用水, 之前不用水,就是用滾水來燙它,就這麼簡單,它的味道,它有鮮的味道, 你不用煎,不用什麼弄它的鮮味,八分之九十,我感覺真的很好, 除非你三年,你肝魚仔有問題,如果沒有問題,百分之一百, 行?OK,我這次來見你了,拜拜!